热线12今日关注 外卖市场火爆 白子垃圾泛滥 安徽宿州 男子酒驾被查 竟要任交警做大哥 湖北来凤 625杀人案成功告破 手机支付藏安全风险 个人信息泄露谁买单 各位好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热线12 我是主持人王小蕾 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组权威发布 8月14号至20号 国务院安委办都岛组 先后在河北 山西 内蒙古 湖北 贵州 西藏等地 督导安全生产大检查 发现各地进展不平衡 不同程度存在自查自改不到位 排查治理不彻底 监管执法不严格等问题 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力度 仍有待加强 8月28号 国家卫计委在例行发布会上发出 关于加强健康教育信息管理服务的通知 要求各地在为公众 加大健康信息供给力度的同时 严格规范行为 提供正确可靠的服务内容 国家卫计委表示 目前公众对健康知识的需求越来越大 平台渠道也更加的多元化 但各传播平台上的健康知识 信息质量水平参差不齐 容易误导公众 通知要求 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 结合学科特点 开展健康教育的讲座咨询等活动 鼓励本单位的专业人员 参与健康教育信息服务 在8月28号开幕的第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29次会议上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相关负责人 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 标准划法修改草案 修改情况 有产委会委员提出 制定标准必须注重保基本保安全 对关系人身财产安全 国家安全 生态环境安全所急需的标准项目 应抓紧制定出台 有社会学者把塑料称之为 是20世纪人类最差的发明 因为它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 带来的污染问题也不容小觑 尤其是现在我们身边的外卖 又让我们再次来关注 白色垃圾污染的泛滥问题 平均的话每天都会有一次 然后多的话一天可能会两次 如今点外卖已经成为人们的生活常态 然而一顿外卖要付出多少环境成本呢 据美团外卖 饿了吗 百度外卖 三大外卖平台的数据显示 日订单总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 按照一单外卖 只用一个塑料仓盒和一个塑料袋 每个塑料仓盒和塑料袋 均为0.06平方米计算 粗略估计每天的用量就达到240万平方米 大约相当于336个足球场 而这只是其中一个外卖平台的数量 借着走进一座写字楼 午饭过后垃圾箱就被白色垃圾完全占据 为了节约成本不少商家用的是一次性塑料餐盒 大部分吧 大概60左右吧 但即便是使用了较为环保的纸质餐盒 或者可循环再生的塑料餐盒 也往往被当成一次性用品 用完集气 再利用率极低 基本上用完的话都是当垃圾处理掉了 对此有市民建议 可以提高环保餐盒的再利用率 除此以外 还有人建议用经济手段来控制 根据环保法的规定 谁污染谁负责 可以通过在外卖订单里加收垃圾处理费 让平台商家和消费者 共同对垃圾处理买单 既然你已经订了外卖造成的不环保 这个费用你收 我觉得可以接受 然而塑料制品泛滥 之所以令人担忧 专家介绍是因为塑料不容易被降解 对此专家称 可以用可降解的生物塑料材料制品 替代普通的塑料制品 这些制品几年前 曾被不少科技公司力捧 但由于成本造价高 所以一直未被市场广泛接受 除了塑料制品对环境造成影响外 放置时间过久 或是劣质的非降解塑料制品的质量安全问题 同样值得重视 它在加工的时候叫塑化的时候 会加一部分化学的试剂 一般通测为塑化剂 就容易它容易成型 它部分的化学试剂有可能会渗出来 那么对你升级的是应该有损害的 根据一份数据的统计显示说 目前只有14%的塑料包装得到了回收 为什么利用的那么多回收率却这么低呢 让我们来继续看一看记者的调查 在这个废品回收站里 到处摆满了纸皮塑料瓶烂铜烂铁等 不时还有市民拿东西过来卖 为什么不要呢 记者了解到原来废品回收站 根本不收发泡餐具 在这间废品回收站 负责人告诉记者 之所以不愿意回收发泡塑料餐盒 是因为发泡塑料餐盒太薄太轻 运输时而且清洁整理的话 还要用很多人工 现在人工费很贵 相比之下透明塑料餐盒 回收就方便得多 大概是一元一斤 你倒冠净那些饭菜 倒冠净之后不用洗 黑色的裤子 对于无人回收的发泡餐具 专家表示 企业如果要回收利用 投入环保无公害的处理系统 实在太昂贵 所以这类外卖垃圾 一般只能进行焚烧处理 如果要鼓励废弃塑料等 再生资源的回收 则需要建立起相应的补贴机制 经和深圳的做法 将生活垃圾分出来的可回生物 是纳入公共服务的补贴 例如分减费用 运输费用 处理费用 在每一个环节都会对相关费用 进行补贴的 我们来连线本栏目的特训论人 迪国增 迪律师您好 您好 针对这样的一个问题您觉得 从几个层面我们来齐抓共管 才有可能把它解决掉 我认为有三个层面的工作要做 政府层面要立法保护 2016年国家发改委 国家邮政总局先后颁布了文件 对这个环保企业环保包装 进行了指导性意见 同时要求2020年要基本淘汰 有毒有害的包装材料 但是呢 目前缺乏立法保护和税收补助的政策 第二 企业层面要简化包装和环保包装槽料推进 据了解 某网站 某购网站 仅仅在2016年 把这个胶带宽度缩小了8厘米 一年就减少使用胶带1亿米 第三 消费者要积极承担环保费用 现在的环保包装虽然是免费的 但据我了解 目前所有的包装材料都具有有毒有害物质 因此我认为 消费者有条件的承担一些费用 对己对社会都是有利的 主持人 好 谢谢底律师 其实说到底 我想这跟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 真的是要从我做起 这个事才有可能会解决 我们接下来关注的是交通安全 安徽宿州交警在执勤当中 查处了一名涉嫌酒驾的司机 可这个司机的态度并不好 为了逃避处罚 他要跟交警攀亲戚 热线12集将播出 安徽宿州 男子酒驾被查 竟要任交警做大哥 湖北来凤 625杀人案成功告破 随后民警将徐某某带至大队对他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 过程中徐某某极度不配合民警工作 并且拒绝签字 您不要再一个男友 您不要再一个男友 你不要再一个男友 你不要再一个男友 我别说 你不再一个男友 你拿起了 你出来起来 抓点面 你坐起来 你看什么面 你做起来 好好试试出来 你坐起来 好好试 我这里是大哥 你 你现在坐起来 不仅如此徐某某更是胡言乱语 还试图贿赂民警 对对你有好处你先配合好我全力配合对你挺有好处全力配合 你不是听我讲的话我听我讲的话我全力配合 我全力配合你能下来这个逼吗 我可以让你送来 我可以让你送来 你说要多少钱我可以让你送来 我一个电话可以让你送来但是就绝对不给钱 你不能钱我给你钱 你是我的哥 你把你的名字写上赶钱 在民警的批评教育下徐某某态度有所好转 随后民警将徐某某带至医院进行检查 发现其血液中酒精含量为每百毫升159.6毫克 属于醉酒驾驶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一句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情况规定 对徐某某处于吊销机动车驾证 五年内不得 充讯审定机动车驾证的行动触犯 并依发最有其心的责任 醉酒驾驶是最有赢得 接下来我们看另外的一个案件 这个呢是涉嫌抄载 见了警察是撒腿就跑 近日广西来宾公安局交警支队的民警 在高速公路路口巡逻时 发现一辆重型货车存在严重超载的违法行为 于是民警立即驾车上前示意 该车停车接受检查 但是该车驾驶员并未理会民警的指挥 而是加速行驶逃离现场 还几次想强行超越警车 几次超车未果 货车驾驶员只好将车辆停放在路旁的一栋民房前 谎称是自己的家 随后民警将该车扣留 并将驾驶员罗姆控制 民警检查后发现罗某驾驶的货车 装载了40吨的水泥 而该车合载是7.86吨 超载率达408% 属于严重交通违法行为 随后民警将该车与罗某一同带回对立进行调查 经询问 罗某承认自己是因为怕超载被处罚而想超车逃避检查 民警对罗某超载的违法行为处以2000元罚款即6份的处罚 另外罗某不服从交警指挥罚款200元 8月17号下午4点多 一辆越野车在收费站口 被执行民警拦下来接受检查 打开车门后交警看到 这辆车有5个座位 但是坐了7个人 其中两个小孩挤在车围的后备箱内 哪里过来 在干线 车上整个坐几个人 5个人 不是 包括他们两个小孩是7个人 随即交警对司机进行处以罚款200元即6份的处罚 行车超载 履禁不止 类似的事情频频发生 8月19号 江西高速交警在修平高速开展整治行动时 发现一辆小型普通客车 在收费站扎道走走停停 迟迟不肯下高速 民警立即上前将车拦停 当执行民警上前检查时 发现车内仅副驾驶位置就坐了3个人 经下车请点 发现该车合载6人 实际却装了19人 把后面车灯打开吧 是吧 不要打电话了 司机啊 没有打电话 司机不要打电话了 把后面的车灯打开 车进来了 车进来了 那个 这样哈 一个个的下哈 一个个的下哈 分离开去 1 2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个 加司机19个 经调查 这辆车并未取得客运许可证 涉嫌非法营运 随后 交警将乘客进行了安全转运后 对驾驶员胡某给予罚款200元 即6份的处罚 交通安全无小事啊 可是像这样的司机 把自己的生命 他人的生命 不当一回事 前面那一条 把自己孩子放在后备箱 万一出了事 你这是爱孩子 还是要杀死自己的孩子 我们接下来跟你一起来关注 湖北来凤警方 成功的告破了625杀人案 这是缅甸警方抓获来凤县 625命案犯罪嫌疑人的现场 两名犯罪嫌疑人落网后 缅甸警方将两人移交给中国警方 今年6月25号晚上 湖北省恩师来凤县公安局接到报警称 在县城关锦坡附近 发生了一起打架斗殴事件 接到报警后 来凤县公安部门立即赶往现场 进行处置 根据田某的供述 警方抓获了参与斗殴的部分犯罪嫌疑人 但主要犯罪嫌疑人贾某和贾某华 却不知所终 通过我们多方面的工作 就发现贾某某在作案以后 大概是7月初的时候 已经逃到了云南的边境 可能目前正有一种就是大选附近 经过侦查办案民警确认 两人已经进入缅甸瓦邦 随后来凤警方采取了跨国追逃的措施 在瓦邦警方的配合下 两名犯罪嫌疑人落网 据贾某华回忆 案发当晚受害人田某吴某 在玩贾某放在来凤县城一家超市里的游戏机时 发现游戏机的积分有问题 于是就叫老板贾某来理论 贾某不在于是就打电话 让自己帮忙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因为自己不是老板 于是贾某华就打电话 把事情告诉了老板贾某 贾某接到电话 就带着一帮人来到超市 就这样双方发生了争执 他说我走到民族的时候 有个人把我拦着 给了我的权利 他想打电话的时候 我本来欢迎 就车队那个摇权上面 那个挑刀嘛 逃跑到嘛 往前他们随便吃了一行 当时我也不清楚 当时我就知道 我往前面吃了一行 然后当时我并不晓得吃了那些 刺完吴某以后 贾某华又将另外一个人刺伤 随后同贾某一起潜逃 然而很快两个人就落网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当中 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是 手机支付的安全话题 虽然是给我们的生活 带来很多的便利 但是这里边可能会有骗局 我们来看到的是 江苏长州有个17岁的女孩 通过手机支付结果 就被人给骗了 热信12集将播出 手机支付藏安全风险 个人信息泄漏谁买单 北京 属运返程高峰 铁井组建 反爬行动队 前不久的一天晚上9点多钟 在江苏省长州刁庄的 一个厂区门口 一名17岁的女孩小刘 气不成声 她告诉民警说 自己被人给骗了 她就说只要充80块钱的话 就可以给多少万的点击 然后的话就是 她是要什么系统日的什么的 这些人那时候 三分钟以后就退了我 民警查看小刘的手机 发现小刘通过微信的方式 先后十多次转账1850元 原来小刘一直喜欢玩一款网络游戏 之前因为学业紧张 无暇顾及 暑假后小刘再次登录游戏 却发现好友们 各个等级都比自己高 为了尽快赶上朋友们的进度 小刘决定花钱充值点券升级 小刘呢 他就发现官方的点券价格比较贵 于是他就在网上搜索 他找到了一个据说能够便宜充点券的地方 对方这个带刷的人就跟他讲说50块钱就能够充1万的点券 而官方的价格呢50块钱只能充500的点券 小刘一看这么划算 他就立马通过QQ的红包给了对方50块钱 对方表示QQ充值比较麻烦 随后给小刘发来了一个二维码 要求小刘扫码付款 此后对方又以网络有延迟为借口 让小刘多次扫码 很高久 他上面以后没给你充到钱啊 没有 一分都没有 假的 每一次扫码 小刘就向对方付款一次 直至微信零钱余额不足 小刘才发现自己被人骗了 在移动网络越来越便捷的今天 安全问题一日凸显 在手机上支付仅仅需要一两秒钟 下载一款新的软件也不过是一两分钟的事儿 然而就在这短短几分钟之内 你的个人信息可能就会被泄露 修改短信的这个权限有9个应用程序在获取 发动短信的权限有23个应用程序在获取 在江苏省消协召开的 《关于手机应用程序侵犯消费者个人信息安全》的发布会上 江苏省消协通报 消协调查的27家手机APP开发企业 均存在侵犯消费者个人信息安全的问题 演示人员在发布会现场随机找了一部可以正常使用的某品牌智能手机 接入电脑后软件显示 在该手机中有91个应用程序可以获取用户手机信息 57个应用程序可以获取手机账户 再打开针对短信的权限分类 内容更是让人捏了把汗 很多APP的这个生产企业中间 都或多或少的就是获取了这个消费者的这个 比如说通信录啊 比如说短采信啊 比如说通话记录啊 还有甚至有部分的这个APP 还有监听电话的功能 随后这些企业与江苏省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完成约谈 并同意按照消协的要求进行整改 那么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大家在下载APP时 会注意到这些泄露个人信息的小秘密吗 每次就是下载一些软件都会跳出一些 就是说能否读取你的 允许就是读取你的联系人啊 或者是定位啊之类的都有 其实定位还好的话 但是联系人的话我觉得没必要 定位的联系人也有 但是少 如果有应该会在用户协力里 但用户协力的话 你班不会去看 记者了解到 在APP要求获得的所有权限中 位置信息和读取通讯录和软件是最普遍的 绝大多数手机APP下载安装完成前 均未向消费者提供权限选择的机会 更没有提示获取权限后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目的 方式范围和风险 用户在下载手机客户端时 一定要注意其默认的权限项目 把关系到自己切身利益和权益的内容 仔细核查再对安装实施授权 所以其实你看到前面那个骗局 有点像江泰公钓鱼愿者上钩 什么人愿意呢 其实心里还是有一点点想贪图小便宜 我们接下来为大家做一个预报 8月30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央电视台 联合制作的大型未成年人法制教育的特别节目 守护明天在北京举行的首应试 首应市上主创人员介绍 2016年6月最高检教育部联合部署开展了 法制禁校园全国寻讲活动 选拍优秀检察官赴各地学校寻讲 受到师生家长的普遍好评引起强烈反响 为使法制寻讲汇集更多的孩子和家庭 最高检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办公室 和央视社会预法频道联合制作了 守护明天这档节目 守护明天采用议案说法的方式 邀请检察官学者专家以及家长老师和孩子们 一起走进演播室 结合真实案例针对校园暴力网络侵害性侵害 未成年人监护等话题深入探讨交流 分析案件背后的深层次社会问题 提出解决建议以及预防措施 以避免悲剧再次发生 守护明天共九集将于2017年9月6号至14号晚6时32分 在央视社会预法频道播出 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安部教育部等有关部门负责人 以及部分在京全国人大代表出席的今天的首营室 北京科技大学附属中学部分师生以及学生家长观看首营室后 纷纷表示守护明天表现手法新颖取材真实 专家点评深入浅出给自己带来强大视觉冲击和直观的心理感受 深受启发 看了这个案例以后我们怎么避免这样的事情在我们身上重演 像节目里面说的父母是天生的 但是家长不是天生的还是需要不断的学习 就是能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给他更多的注意和帮助 希望大家能够去收看 如果在首播的时候 您的孩子在写作业没有办法收看 希望家长可以把它当下来 放在手机里 一定要跟孩子一起来看一看这个系列的节目 现在是暑期马上要结束的返程的高峰期 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关注返爬的案件 最近北京铁路警方组建了特别返爬行动队 在北京的各大火车站开展了集中的返爬行动 7月24号凌晨4点50分左右 一名旅客正在北京西站北光厂东侧熟睡 犯罪嫌疑人赵某贴过身去 伺机盗窃该旅客放在身边的一个黑色跨包 被返爬行动队的侦察员当场抓获 据悉目前赵某已被北京铁路警方刑事拘留 当天晚上11点40分左右 侦察员根据线索抓获犯罪嫌疑人叶某 破获一起屡财被盗案件 原来7月20号旅客吕某向北京西站派出所报案称 其随身携带的跨包被盗 接报后 反爬行动队的侦察员立即展开侦察 通过案件分析、视频调取、走访摸牌等工作 最终锁定犯罪嫌疑人叶某 经过多日的蹲守 最终将犯罪嫌疑人叶某抓获 据悉目前叶某已被北京铁路警方刑事拘留 自7月1号进入蜀运期间 警方已经破获屡财被盗案件16起 抓获犯罪嫌疑人13名 目前正值蜀运返程客流高峰 北京铁路公安处特别反爬行动队负责人耿春来 提醒广大旅客 外出时一定要看管好随身携带的贵重物品 我们接下来看到一起道路交通事故 这个画面真的是令人触目惊心 但是我要特别特别提醒的是这个事故当中的 那个当事人那个家长 没有按照规定给自己的孩子 用儿童安全座椅 还把孩子随意放在汽车的后排座椅上 也没有带安全带 这样淡漠的道路交通安全的意识 这样的事故发生是迟早的 我们来看一看 当时他们双方的车辆 在四字路口里中间车头发生了碰撞 然后由于车辆的关系 他们双方的车辆的尾部又发生了相撞 相撞之后 那个银色车辆的尾部 的后背箱就被打开了 打开之后都掉下了两个小碗 经警方了解 事发时两个孩子正坐在银色面包车的 后排座位玩耍 结果两车碰撞后 由于冲击力太大被甩出车外 所幸两个孩子只是受了皮外伤 并无大碍 目前事故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下面和大家继续关注大型公益宣传活动第四届CCTV 慈善之夜的善行人物的展播 我们今天讲到的是湖南的石门的一位女孩 她被称作钢板女孩 并没有被苦难击倒 她用自己的力量在逆境当中 顽强地寻找着自己的梦想 我总觉得所有的人都是有使命 我必须要把这件事情做好 我需要对得起他们 我希望看到的就是孩子的箱子 去感受帮助人们的愉快 哦 帮助人们的事 从我八岁的时候 他因为生弟弟 手术之后出现意外了 然后就成了这样 喝点水 放进来 出事的那一天 正好说我生日 那个时候我完全不懂 整个人都是懵的 连哭都不知道 反正就这样 想个 小时候他是很宠我的 就是那种 每次爸爸就责怪我的时候 他都会有那种袒护 从来没有打过我 从来没有骂过我 小时候觉得我爸爸太好了 我需要 他把这种ательあется 水 只要有点 我被阿姨民党做的 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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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导 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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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问题还很大 如果长期这样弯下去的话 可能会瘫痪吧 那个爸爸和我一起 他就像听到了 晴天啼铃一样 女性和一个小孙子走了 他看到我没有希望的 真的是没有希望的 他就这样突然走了 也没有给我们打声招呼的 就这样断了联系 可能因为他压力太大了吧 承受不了 也是情有可原吧 就感觉自己人生是黑暗的嘛 太多不幸了 因为钢板还没有拆嘛 那个地方是完全没有知觉的 神经啊什么都损坏了 以后你就不能做什么大型的运动啊 就想快点好一起来去学校读书吧 那个时候很舍不得同学们 现在我的梦想是当一名律师 因为我觉得当律师吧 能够挑战自己 能够挑战自己 让自己很勇敢 班上前十五吧 也不算特别好 知道加年情况之后 不得不好好学习了 也奶奶出面然后到处见嘛 政府啊 爱心人士帮助 就这样到处凑 我们中国爱学部的问题 我们中国爱学部的问题 也是在第一世界上 就是资助万美大学的心动 就看到我们有些平平学子 考上大学 而不能上大学 我就是为了原生的梦 这tin对了 现在说是让我看 你很少女性的梦 你很少女性的梦 她在私上市场上 子当很少女性的梦 还只能她们超过十多女性的梦 因为她们在这些梦 这些梦 爷爷 我要去上大学了 离开家里 希望我实现梦想的地方 我会想你的 奶奶 记得多心疼一下自己 妈妈 希望在我离开的日子里 你能更听话 让爷爷奶奶少操心 你让我能放心 我会每天都想你的 让我们来继续连线 特别评论员 邸郭曾律师 这个故事两点启示 第一 自助者人相助 苦心者天不负 第二 应该说现在扶贫意识 已经深入人心 在2013年 习主席提出精准扶贫之后 现在扶贫帮困 已经未然成风 在我身边 就有很多朋友 以各种方式参与到 扶贫慈善事业中 我坚持 只要全民参与精准扶贫 2020年 这个全面脱困目标 一定会实现 主持人 好 谢谢底律师 来跟我们连线 看到这个故事 也让我们非常非常的感动 其实 真的是祝愿这个 小明珠 能够茁壮的成长 希望她能够 像自己的名字一样 像明珠一样 在苦难当中 依然放射出 异议光芒 感谢各位收看 这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我们明天见 事明 好 请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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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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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